但跟賀君想也是不可能 不可能 為什麼 他非常的像 我弟弟 其實我是沒有弟弟的人 但是聽說小弟弟就是很喜歡去鬧 然後去 就是故意講什麼話激你 那種弟弟的那種方式 所以他還是用國小男生的方式在對 對對對 還什麼打書包借錯的亂話 類似這種東西 譬如說把你什麼粉餅盒藏起來那種 蛤 那他真的喜歡你 沒有啦 就還蠻喜歡的啦我覺得 應該沒有 但會玩這種 真的嗎 有些男生的表達方法會這樣 真的嗎 因為有些女生他就不會生氣 就不理他就不好玩 那我是那種 如果你拿了我粉餅我就會抓狗 因為我會覺得我要補妝欸 然後就跟他搶著藥 那他如果逗我然後害我NG 然後我就是一定會讓他NG 這樣 好啦兩個差不多都是同一個國小 對 我當然是國小五年級他二年級 差不多這樣 我們來看何君想怎麼做 我記得有一次 我記得有一次 我跟他我們在拍一場戲 我們在那個 我們騎摩托車坐在摩托車上的時候 然後他拍一場哭戲 結果他那場哭戲哭不出來 後來哭不出來 然後我們大家等了 兩個多小時 他也看人家等過兩個小時 那時候我在幫他堆戲的時候 拜託 然後就是我演得很 跟真是來的時候 又不太一樣 然後他跟我想說 那一場他亂演 那你應該要 就是這樣很認真啊 你要每一場每一個戲都 就是每一場戲都很認真啊 結果我就跟他 結果我們兩個就為了那個起爭子 我想說明明我 我不是 我不是故意要這樣子演的 然後他就在那邊 我就說你不能用這種 前輩的方式教我演戲 我就說我就讓他吵 結果後來就被導演聽到 結果導演就不知道罵了 你們兩個要討論做人 趕快回家討論 不要再現在 不要再片場討論 這段的VCR當中 非常不爽 我一定要好好的解釋 那天那場戲呢 其實我前面已經哭了很多場了 然後後來那天天氣又很冷 我很容易因為冷的關係 然後培養情緒要培養比較久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他在 我要拍我特寫的時候 他有亂演的嫌疑 然後拍他特寫的時候 他演得很好 我反而拍他的時候 更有感覺 當然其實導演有跟我說 你不能完全依賴別人 可是我覺得 當然我自己入戲之外 我也希望互相 後來我就很認真的 跟他討論這件事 我說 你剛剛就是試戲的時候 好像 沒有正式的這麼好 他說有嗎沒有吧 我也有 然後我就跟他說 然後我就跟他說 其實 好我說不管怎麼樣 但是我只是希望說 如果以後拍我特寫以後 我們互相幫忙 就是像你拍特寫我也會幫你 我並沒有弄前輩的方式去教他 我只是告訴他說 互相幫忙我覺得這是需要的 結果他就說 結果他又說 你幹嘛把我想的這麼壞 然後我就說 沒有人把你想的 他說什麼 你幹嘛把我想的心機這麼重 好像故意害你演不好 我說不是 我現在在討論的是 希望互相幫忙 不是說我覺得你心機很重 然後我就說 你幹嘛把每個人都想這麼壞 沒有人這樣子想啊 結果導演就開始就說 要討論做人到底回家再說 然後後來就真的就是 就因為那件事情有影響到我的情緒 然後我就覺得 可是那時候其實本來 快要培養出來的 然後又說回來 快要培養出來又說回來 所以那一天就是一個大煎熬 還會想再跟他合作嗎 我MV就有跟他合作 對 覺得 一樣是在吵鬧中度過的 很愛鬥賊就對了 其實這是一個炒熱 炒熱那個現場氣氛的一個關鍵 因為很多人說什麼 如果我們兩個今天都沒戲的話 就是片場非常的冷清 對啊 可是你們通常都是為什麼炒 通常非常小事吧 不然就是他會彈我 不過我是想要戳我的痣啊 他會想戳我的痣 他覺得我的痣愛到他 因為他看到我的痣很討厭 對 然後我就會覺得 而且我跟他說過 我非常害怕人家錯我的痣 因為小時候有陰影 就從小就有人指著我的痣 說是蒼蠅 所以從小就很討厭人家靠近 然後這樣指這樣 他竟然拿棉花棒真的除過來 他這樣子 他這樣子喔 然後一戳 然後就嚇到了 然後我就說 我不是跟你說不要戳嗎 結果他就 那你要不要被生氣這樣子 然後我就立刻三天不理他 就讓自己count down一下 說你的痣會三天不理你 其實就是會覺得我跟你講過了 剛畫你的電板耶 他畫你的電板耶 好煩喔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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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演戲我是那種造演啦 可是私下就會覺得 這幾天不想要有互動 因為我不想要我的痣受傷害 我好怕他要來攻擊 就果真喔 過了一個禮拜 他沒有記取教訓喔 他就換成好像牙籤還是什麼 他是什麼眼線筆 要繼續這樣鬧 很愛鬧耶他 對啊 但是他就會覺得 可能會覺得 這人的反應很好笑 因為我反應也是 就是很好笑的那種反應 你們兩個相差幾歲啊 差不多吧 一歲吧 好像差不多 嗯 難怪囉 對啊 所以 也算還蠻辛苦的 我要配合他 你知道嗎 還是嗎 對 應該兩個都還蠻開心的吧 沒有沒有沒有 我在現場就是 翻臉的次數比較多一點 所以這種個性的男孩子 絕對不會成為你男朋友 絕對話長 我會是非常喜歡穩重的男生 如果他很穩重的戳像你的字呢 也不行